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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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比例折旧 我们在这里分三项 列一下不同房屋组件的不同折旧率 大家都知道土地是没有折旧的 房屋是有折旧的 房屋的年折旧率大概4%左右 比较合理 如果说你一年折旧很多 那么最后你房子终究要卖的嘛 卖的时候呢 如果你升值很多 那么把所有的折旧也就要补回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卖房的时候就有可能交一大笔的税 这不一定核算哈 要根据实际的情况 如果你现在的个人收入比较低 那么你可以折旧就多一点 如果你的个人收入已经很高了 那么你的折旧再多 实际上你现在就已经多交税了 没有意义不大的 第二个折旧呢 就是家具电器之类的折旧 我们通常呢 习惯上按着折旧率呢 年折旧率大概是20%左右 不会太多 也没有必要太少 电脑设备 软件更新等等的折旧率呢 打着年折旧率是55% 因为他们更新换代比较快嘛 这是一个参考值哈 跟大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含囊指度就是 如果你现在的收入比较少 那么折旧率呢 就可以报的多一点 如果你的现在的租金收入很高了 那么折旧率呢 就可以相对调整的少一点 下面说一说哪些费用呢 可以当期抵扣 根据报税表格的T776款的规定 那么广告费 房屋保险 房屋贷款的利息支出 办公费用 外企专业服务费用 律师费 管理费用 维护费付给他人的工资 地税 旅行费用 旅行费用不包括住宿和吃饭的费用 水电费等 utility的费用 更landerscaping的费用 因取消租约而付给租客的赔偿金 车费等等 这都是可以作为当期抵扣的费用 有些费用呢 可能需要多加注意一点 比如说律师的费用 如果你在出租房屋的过程中呢 发生了纠纷 请律师参与 那么这个费用呢 是可以计入成本的 但是如果你买房的时候 所产生的律师的费用呢 是不能计入到当年一次性抵扣的 要加到你的购房成本里面去 分年折扣 车费呢 这里说一点 如果你只是一个出租屋 你必须亲自维修房屋 且你用车子搬运所需的工具和原料等等 这时候呢 你的车因此发生的费用 才可以抵消收入 你开车去收租金的费用 是不可以抵消收入的 如果你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出租屋 则你可以抵消开车收租金的费用 以及驾车监督房屋维修 和驾车进行常规房屋管理的费用 都可以抵扣 关于房屋的贷款利息 如果利息是为了挣得房租而产生的 那么这笔利息是可以抵扣收入的 如果用主要住宅去抵押贷款 拿出钱来购买投资房 注意了 此项利息 可以抵扣 反正如果用出租房去抵押贷款 拿出钱来用于购买自己住的房子 这项利息是不可以作为费用抵扣的 当期费用相对于每年分摊的折旧费用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如果当期费用超过当期的收入 就有可能产生亏损 这种亏损就可以中和其他的个人收入 一般情况下收入应该大于费用 但当出租房亏损的时候呢 最可能的原因是维修的费用大大增加 必要是对出租房进行维修 只要是合理的 税局是不会有什么特殊的看法的 还有一些常规的费用是不可以抵扣的 比如说按揭贷款里面的你还款本金部分是不能抵扣的 税单上的罚款 你自己亲自为房屋出租付出的劳动力 以及属于你个人消费所用的费用是不能用作当期费用抵扣的 当你部分出租你的住宅的时候呢 报税的时候要清楚的指明房屋的自用比例和出租的比例分别是多少 当这个比例确定时 以上大部分可抵消收入的当期费用都要按比例分开 只有出租的那部分费用可以抵税 自用的那一部分费用是不可以抵税的 这里提个建议你的出租房尽量不要连续好几年都会出现亏损这种现象 尽量避免可以引起税局对你的猜疑认为你有造假的嫌疑 总而言之我们关于这个利息抵税部分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为挣得投资收入而产生的利息支出可以作为费用来抵税 这里有一个大家常见的一个误区给大家说明一下 有些人用第一套资助房做抵押 拿出一笔钱来做首付去买一个更大的资助房 然后将第一套房出租 他认为这笔钱的利息可以用来抵扣第一套房的出租收入 这是非常错误的 因为你拿出的这笔钱是用来付你的资助房的首期的 不是用来赠得投资收入的 所以就不能抵扣 这里有一个案例 就是怎么才能照不能抵扣利息的支出 转变为可以抵扣利息的支出呢 曾经我们加拿大除了这么一个能人 叫Frizzer Smith 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这就是著名的Smith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把普通的不可以抵税的贷款 转变为可以抵税的贷款 怎么做呢 就是投资人首先尽可能的将所有的资金 作为首期放到资助房里面去 然后向银行申请一个房屋按揭 与此同时再用资助房做抵押 申请另一个贷款 也叫Line or Credit 这个Line or Credit呢 利息一般会比普通方案件呢 略高0.5到一个百分点 你不用的时候 不用支付利息 而且可以随时归还 这样做的好处呢 就是你可以利用Line or Credit里面借的钱 去投资其他的房产 用于出租 因为你借钱是为了赠得这些投资的收益 你为Line or Credit支付的利息 就都可以抵税了 然后你用你投资赚得的钱 去加速还你的房屋贷款 同时又产生了更多的Line or Credit的空间 你又可以拿更多的钱去投资 如此反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